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刘成章 接下来将由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大学之道 在这节课中我们要达成以下几个学习目标 第一 理解三纲八条目的内涵 二 梳理三纲八条目的逻辑观点 三 结合人生经验和社会现实 思考大学之道在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中的指导意义 大学这部书呢出自礼记 礼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 相传为孔子弟子及其在传弟子所作 经西汉代圣汇编成书 大家注意这里是相传 明确成书的时间呢是在西汉 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 是因为他的思想继承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 所以他成书的时间呢 应该是在孟子和荀子之后 这部书在流传的过程中 经董仲书 郑璇 孔应达和宋代理学家 如成义 成浩等大儒的推崇 他的地位呢在儒家中越来越提升 最典型的标志是朱熹把大学中庸两篇 从礼记中抽离出来并做章句 为伦语孟子做集注 合成四书章句集注一书 宋元以后大学中庸伦语孟子成为封建科举考试的亲定书母 而大学则是四书之首 大学二字在古代指大人之学 即伦理 政治 哲学等方面的学问 与儿童从事的撒扫 应对 礼乐 设 御书 术等小学相对 大学之道讲的就是大人之学 成人之学的基本原理 朱子曾提出大学一书的重要性 他说大学之书 古之大学 所以教人之法也 盖子天降生民 则既莫不语之以 仁义理智之性矣 然其弃之之柄 或不能齐 是以不能皆由以知其性之所有 而全之也 一有聪明 睿智 能尽其性者 出于其间 则天必命之以 为益诏之君师 使之智而交之 以负其性 那么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大学这部书是古代大学 教人做人的基本原则的 自从上天降生人类以来 上天就无不赋予每个人 以仁义理智的本性 然而人与人的天资和智力 存在差别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 自己本来就应该具备的 这些善良和理智的本性 而努力去保全它 许多人呢 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 本来应该具有的这种善良和理智的本性 在日常生活中缺乏修养 逐渐减少甚至丧失了这种善良的本性 一旦在社会群体中出现了聪明智慧 并且能充分发展其善良本性的人 那么上天必定赋予他一个使命 让他担当其众人的军师 也就是领袖或者是领导人 使其智力和教育众人 以恢复众人本来应有的 这种善良和理性的本性 所以你看诸子继承了孟子学说 每个人都有人意理智的善性 给每个人以成人成圣的可能性 君子就是用大学这样的书 来恢复人们生存在内心深处的 这种美好的善性 好我们来看第一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清明在止于至善 这里明明德呢 就是张明美德的意思 那么诸子呢 对这句话呢 非常非常的重视 他写了这么一段话 说明明之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 而须灵不昧 以聚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但为弃柄所居 人欲所弊 则有时而昏 然其本体之名 则未常有当息者 故学者 当因其所发而 遂明之 以复其出也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 所谓的明德 是人从自然中得来的 心态安详 对世上的一切都清清楚楚 具备了自然中一切道理 可以用来解决应付所有不同事情的这样一种能力 但是天生的这种禀赋呢 有时候呢 却为气质的功能所拘束了 又为自己的这种欲望呢 所蒙蔽了 所以有时候呢 就昏迷不醒了 也可以说就不理性了 不过 那么人性的这种本体 还是照样非常非常的清明的 并没有停息过 所以在诸子看来 学者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是每个人潜在的可能性 这种遮蔽的这种明德彰显出来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句 这个清明和清明的意思这种差别呢 历来是儒学发展史上争议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教材上也给出了两种不同的注释 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亲近爱抚民众 应该说这样一个解释呢 比较接近大学这部书的本意 洪应达在解释清明的内涵时说 在清明者言大学之道 在于亲爱于民 大学里有些话也有相近的这样一个意思 如 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悟悟之 还有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那么大致的意思是说呢 老百姓所喜欢的我们就大力提倡和发扬 老百姓所厌恶呢就予以抵制和拒绝 那么该尊前贤贤王所尊尊敬的 亲贤王所亲近的 这里我们所说的亲呢 还是指老百姓的意思 孟子呢也有类似的说法 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在先秦儒家看来亲民是其为政的重要主张 那么既然第一个意思比较接近大学中的本意 我们为什么还要讲第二个含义呢 我们通常说六经驻我 我住六经 那么先秦经典经过新的解释 又焕发出了新的时代意义 这也正反映了大学这部书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那么我们就来看另外的这个意思 诸子所说的亲当作新 新旧的新 新民就是指即使天下人去去旧立新 去恶向善 诸子认为新民是明明德的下一个阶段 当一个人恢复了自己光明德性之后 也应该因着内心的不忍之心 去帮助他人恢复自己的光明德性 那么明明德的主体呢 是学者 而新民的对象是民众 前者的明明德是主动的 后者的去其旧燃之污 则是被动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指于至善是什么意思 朱熹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 指者必至于事而不迁之矣 至善则势力当然之极也 言明明德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指于至善之指不仅有处于达到利于之义 而且呢 而且呢还有固守坚守之义 也就是说啊 朱子要求我们可以通过学习 笃行而达于至善之地之后呢 也能够仍然执着的固守坚持于此 而不迁移 好 知道了三纲的含义之后 那么明明德 清明 止于至善 三者之间 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 对此呢 王阳明有这么一段思考 他说 故至善之于明德 清明也 由之规矩之于方圆也 尺度之于长短也 权衡之于轻重也 故方圆而不止于规矩 爽其择矣 长短而不止于尺度 乖其既矣 轻重而不止于权衡 施其准矣 明明德 清明而不止于至善 亡其本以 故至于至善已清明 而明其明德 是之为大学之学 那么这段话 是说什么意思呢 他说明德清明 这两个纲领 是指实践的过程 而至于至善 是其理想的境界 那么至至善 既是明明德清明的 根本所在 亦是两者 所要达到的终极境界 同时 我们要做到 指于至善 也必须明明德和清明 所以 指至善 是统设明明德和清明的 它是整个大学 提纲窃领的核心 好 那么明白了三纲领之间的这种逻辑关联 那么实现指于至善 该有怎样的一个心理过程呢 第一个重要的词呢 就是知 就是说啊 你知道要达到啊 这种至善境界 那么就会 志向坚定不移 这说明美好的这种理想愿景将引领着你啊 坚定志向 然后就是心不妄动 性情安和 这里面说的呢 是 都是情感 意志层面的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呢 就会达到思虑 惊想这样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呢 就开始进入一种理性的思考 最后呢 就是一种做事层次 能有所得 得呢 就是处事 何以 那么最后一段呢 它给了我们指出 指于至善这种境界的原则 要抓住逻辑本末 时间先后就可以了 物有本末 是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尽道 好 那么要达到指于至善 大学 他在追本素颜 指出了实现三纲的这种八条目 他说 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 先至其国 欲至其国者 先其其家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成其意 欲成其意者 先至其之 至之 再格物 好 那么达到 指于至善的这样一种境界 该怎样一步一步去做呢 大学是这么说的 他说 物格 然后知智 知智 然后一成 一成 而后心正 心正 而后身修 身修 而后 家旗 家旗 而后国智 国智 而后天下平 以上 以上的语言呢 采用顶真的说法 读起来朗朗上口 那下面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这斑木的本末逻辑层次 应该是什么样的 好 同学们来看 那么格物至枝 其实应该是第一步 对应的是枝的功夫 诚意 正心和修身 应该是第二步 对应的是修的功夫 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第三步 对应的是用的功夫 格物至枝 诚意正心 修身是修己 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安人 那在修身层次 为什么说 一定要一成 而后心正 心正才能身修呢 我们先来看大学里 对心和意的区分 身有所奋志 则不得其正 有所恐惧 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 则不得其正 有所忧患 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时而不知其味 所谓成其意者 无自欺也 如物恶秀 如浩浩色 孔应达对心的解释 是说 总包万律 为之为心 也就是说 包律才能一切 才成为心 在孔应达的阐释中 心最重要的是思虑于千千万万的事情 他对意的解释呢 是情所意念 为之为意 所以大家来看 那么情所记意的才能称作意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 意是比心更深刻的一种情思 所以说 如果想要端正自己的心 是心中没有恐惧 好乐 忧患 这样容易扰动内心的情感 首先必须要坚定更深层次的情感和思想 那就是意 制成的关键在于意念 如果能诚实自己的意 即诚实自己的情所意念 那么心就不会倾斜邪恶了 就不会再有简单的那种恐惧 挨金 傲舵 这样的一种情感 同学们可以想想我们平时常说的词语 心意 情意 后面的意这个字呢 应该是比心要更深刻一些 从词远上我们也能解释的特别清楚 大家来看说文解字里 他就说意呢 是智也 是心中的声音 是可以心察言而知意也 段宇才对此注到 说智即识认识的识 是心所识也 那么这个识的意思呢 也就是达到了一定的认知层次 所以大学里下一个词就是智之 而格物智之 是说人的这种认知功夫 天下万物都有其存在的道理 用人的灵性去探究去认识 去辨知天地万物 从而获得深刻的认知 格物是智之的基础 智之是格物的深化和目的 至于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顺序 实际上儒家以此实现了 成绩而达人 内圣而外望的飞跃 大学里说 一家人一国兴人 一家让一国兴让 一人贪力 一国作乱 奇迹如此 此为一言分事 亦然定国 姚舜率天下以人 而民从之 节昼率天下以报 而民从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从 是故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所藏乎身不数 而能欲诸人者 为之有也 故治国在齐齐家 那么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呢 要治国先齐家 不修身 不可以齐家 从修身到齐家 再到治理国家 是最自然的事 一家支掌 修身与否 与家人的榜样 国君的修身 同样对人民 起着表率的作用 治国者的举止 最能引起人民的注意 容易上行下向 治国者必须 谨言慎行 误求言行一致 凡是推行的礼乐政令 自己能身体力行 并能慈爱人民 体贴民心 考虑养民教民之道 使人民在物质和精神的生活中 得到满足 这样呢 人民才会心悦诚服的 接受其礼仪教化 信守政令法治 所以对君子而言 自己具备道德修养 才能要求别人 否则会适得其反 总之 大学 开篇给我们 建构了一个 成绩而达人 内圣而外望的 人生理想 和实现人生理想的大道 那就是三纲领 八条目 三纲是宗旨 是纲领 是指导思想 居于核心 八目呢 是实现三纲的具体步骤 它们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 好在道不远人 这八个条目 让我们实现了内在的 身与心 心与意 意与实 主观认识和客观认知的 这种统一 更重要的是人欲加 国欲加 国家和人类的这种 共同性的追求 这就是儒家思想 对于我们每个人 心灵的呵护 这就是儒家思想 对整个中华民族性格 和世界观的塑造 好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本课的学习方法 第一 知人论事 我们要了解社会背景 理解大学这部书里 它所思考和解决的时代命题 第二呢 疏通章句 结合教材和各家的注释 来理解不同住家的这种威严大义 第三 比较一同 连续大学成书前后的儒学思想家 在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 来理解大学之道的含义 好 我们来看一下作业 第一个呢 是结合学过的论语 孟子的有关章节 说说大学哪些内容继承了孔孟之道 哪些内容又有所发展 第二个呢 是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现实 来思考大学之道 在实现人生价值中的指导意义 那么写篇演讲稿呢 来给同学们进行交流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